主席我想請部長 黃委員好 部長早 我大概不太贊同您剛才有一部分的談話 有一部分我是贊同的 有一部分我是不贊同的 請委員指教 因為其實今天這個 我們不能夠講說 十年前我們拿出來的東西 沒有金門馬祖 然後就拿這個理由來做我們現在 沒有提出來的理由 我大概不認同這樣子 這樣子一個做法 基本上來講很簡單一件事 如果說我們的民眾 同意讓民進黨在執政 就會同意那十年前 他當時沒有把金門馬祖列進去 那今天政黨輪替了 而且很清楚的我們就是很希望 金門馬祖本來就是我們的 國家主權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很不了解說 為什麼你們會在這個時間點 公佈這個領海基線 然後把金門馬祖把它留白 我不瞭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向委員報告 這一次公佈 也就是今天成為媒體 頭條的這個事情 為什麼會寫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他真的本來 只是要處理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所以連這個簽呢 也不是說真的要部長親自批准 也不是在行政院 或者是跨部會的會議裡面討論 然後決定我們要維持 第一批的那個劃定 不是這個樣子 他本來只是要處理一個技術上的問題 十年前的那個劃定 是只是根據當時的海圖 然後就點選 那當然比較不精確 然後後來我們現在技術已經進步了 我們比較有高精度的儀器 可以進行限定的測量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坐標抓得準一點 免得他誤差的比方說幾公里的範圍 所以他基本上只是一個透過 特別去注意公報裡面發佈什麼事情 我想完全沒有經過行政院院會 因為他處理的只是一個技術性的事情 真正要處理說 十年前的那個劃定的範圍 到底是不是應該擴大 是不是應該有第二批 那個是不一樣的 那個就真的要經過 比方說我們部務會議的討論 然後正式送到行政院 然後行政院說不定會在院會裡面討論 我大概也還不太同意你現在的講法 因為一個國家主權 就算是一個事務性的事件 要在他的網路上 行政院所有的網路 尤其是主權的部分 這是非常慎重的一件事 你就算要去把它點寫 要把它改一個點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我不知道你們內政部 這個部分的層級到哪裡 是 向委員報告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可能委員比較清楚 我們最近不是開始 對於這個毒品防治 有把這個第三第四級也落進來 變成我們在查查的時候 我們要去秤重有沒有超過20公克 如果說要把第三第四級的毒品 要納入也是我們檢查的範圍 這個是比較屬於原則性的 但是如果說 是那個磅秤 究竟是應該用電子磅秤 還是傳統磅秤 因為這兩件事情的比較 我認為是不倫不類 因為那個是一個毒品幾公克的測量 那本來就是一個技術性的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跟那個東西是截然不同 這是涉及到我們國家主權的問題 其實我們每天啊 像我今天看這個新聞 我自己都覺得很難過 他說兩岸大交流台灣巨變 那如果僅止於是這樣子的一個標題 那是很聳動 但是如果我們要把內容再拿出來 再討論的時候 當然就會有截然不同的東西出來 但是今天問題出來了 因為今天我們你們內政部把它當作是一個 事務性的一個東西 但是基礎上在我們來講 我們不認為是一個事務性的東西 因為這是一個國家主權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好你就算是本席認為說好 你就算你是事務性的一個層級去做的這個點選 那你部長對於這個十年前 我們把這個領海基線 你總要一個很清楚 你上任了以後 你發現這個問題了嗎 向委員報告 這個問題如果不是因為 沒有今天報紙出來 所以因為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我們當然都保持的就是 台澎金馬就是我們的有效管轄的領土 然後台澎金馬是周圍的這個領海 就是我們的領海 所以換句話講 連你就是包括從今天以前 自由時報沒有這樣的刊登的話 你也不了解說 我並不清楚十年前沒有包括金門馬祖 但是在一旦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很快跟同仁做個背景的了解 那當然有一些事情 因為四隔九眼當事人也都不在了 連我們的同仁也不知道 當時參與這個高層開會的是誰 承判的同仁是誰 所以我們這部分就不在 對但是那個記錄 檔案記錄應該在的 不是屬於內政部內部的會議 就不在我們手裡 那個檔案記錄 但是我們這一些就暫時先不管 我們現在處理的就是說 那麼台澎金馬該不該算是我們的領土 當然是應該的 那麼我們怎麼處理這問題 還好當時可能因為有爭議 所以當時公布的就是第一批的 那我們只要接著公布第二批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是在了解情況之後 所能夠採取的這個最好的對策 就是積極的認識 把後續的這個領土基線放好 這個部分我要請部長 是一定要加油 因為剛才您是說一年的時間 那是整個細節的部分 但是原則今天已經講了 你能不能夠把這個第一個把時間縮短 好第二個你必須要 讓你內政部的內部人員了解一件事 這個主權的東西 其實是牽涉非常 他就算是一個 也可以說是事務性的工作的話 也必須要牽到你部長這邊來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三部五時他隨便跟你點選一下 你哪知道他跟你點選到哪裡去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你可能在我們公務人員的 也可以說是教育上面再跟他們加強 會的 非常感謝委員這個建議 我希望這點一定要做到 那再來我想請海巡署 海巡署今天的代表 不知道哪一位 副署長 那個 副署長你好 方委員早 早 我想我今天就是看到也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四個遺傳被緬甸扣押 那我想我們四個遺傳被緬甸扣押 當然你們找了你們是找外交部去協助 跟委員報告 我們接到了通報以後 第一個馬上通知外交部 也通知主政單位 約束 那麼我們這個政府的有關機關 都積極的在協助 是積極的協助還是消極的處理 那積極的協助 第一點 你們有把握可以把他們找回來嗎 第二點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緬甸是個軍政府 對 那麼現在目前為止 所有的衛星電話 所有的船的資訊全部斷掉了 全部斷掉 所以外交部也 雖然積極來做 他恐怕還要拖個各種的管道 再來了解 我們看了這個 他這個船跑到緬甸這個地方 這個不是我們可以捕海的 捕魚的區域嗎 他這四條船的話 都是所謂的遠洋漁船 他都是在以那個 泰國的普吉島做一個基地 然後出去抓魚 抓魚又回來 就在賣回來 又回到普吉島 對但是他有合法的申請跟 登記這些等等 這個有沒有合法申請 這個還要經過查證 你們查證了沒有 現在有漁業署在查證當中 但是現在就說斷掉了 所以整個資訊是斷訊的 斷訊的是 好我在這裡要跟 那個海巡署討論一件事 因為其實不是只有 這四個船被緬甸扣押 我想歷年來 我們已經有太多的遺船被扣押 那尤其是去年 我想去年大家應該記憶猶新 我們有一個船 跑到索馬尼亞去 它是合法申請 合法被到那邊去捕魚 結果被海盜 你應該記憶猶新吧 被那邊的海盜把它劫持 那當時發生了以後 我們海巡署也說 我們很積極的在處理 那我現在四隔一年 應該有一年了吧 四隔一年 我不清楚我們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那個船現在到哪裡去了 我們船上的移民又到哪裡去了 我請問海巡署 有積極的在處理嗎 跟委員報告 就是文化166號 被海盜夾持以後 扣押 那麼我們也有資訊 這是一個資訊 就是說它可能會被海盜利用為 作為攻擊其他商船 輪船的一種 所謂的海盜船來用 那一年後的今天呢 你們掌握狀況了沒有 而且當時我們包括 他船的位置我們都知道 然後我們當時包括中共說要派軍 我們國防部也甚至說要派軍 但是後來全部不了了之 那今天本席在提這件事的原因無他 因為我們歷次 大概我們緬甸的 那去年的 我不知道到底還有多少船隻 是類似的狀況 跟委員報告緬甸的話 就海巡署成立十年以來 緬甸的來查過我們漁船 這是第一次 這是第一次 那表示我們的外交關係有問題 這是第一次 這表示我們的外交關係 那我想這個部分大概要再 再到外交部去檢討 但是本席希望一件事 因為我們所有的漁船 只要是合法出去的 包括前一段時間 你們在釣魚台 很努力的把我們的船 當然到最後的時候我們有一點失望 但是我們很努力的在那邊對視 我覺得我們國人都會給你們鼓勵 但是我們不能夠每一件事情都試過境遷 然後就很消極的不去管理 不去處理它 我覺得對我們國人 對我們整個國家的信心 我們會失去信心 所以我藉這個機會再提起 就是包括去年索馬尼亞那條船 我們希望我們海巡署 能夠跟外交部 跟我們整個國家 再做一個積極的處理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我想政府是一體 我們都積極的來營救我們的百姓跟同胞 謝謝 謝謝